星級論證 近來市場都是搓上搓落 其實都是在搓落為主 10個牛皮9個口 然後都是要穿2萬點的水平 如果你說真的要找一些個股買上的話 都要找一些個型態漂亮 或者有那個叫做炒作因素支持 今天臨莊繼續說上個星期 推介的匯豐控股5號 見到經過一個星期 5號仔都真的挺硬正的 你見到那個形態上面 雖然你說52元那些位置 好像頂得到實曬衝不穿 但是下面51元那些位置 也都不是太落到 你說消息層面上面的 都是主打加息的預期 因為始終儲告加息0.75厘的預期 是升溫著 變了會利好回控那個叫做利息收入 這個也是會利好整個匯豐的走勢 還有始終匯豐那個叫做派息政策 也都明朗化了 也都有機會派貴息 也都說了那個派息比率也都會維持 大概在到五成的位置 令到都會有些錢去追蹤回控的股價的投入 所以你見到股價的走勢也都不是很狠跌得下的 沒辦法 只是因為市比較差的時候就沒破到位 希望如果你說港股做得好一點的時候 那五號沒有機會破壞 那我就對峙是樂觀的 那那個價位上面 那都可能會推高一點點 那將買入價就放在51元左右的水平 那目標價就看55元 那跌穿49元就做一個止洩的 那如果看好匯控的朋友 那可以選擇這個升展的匯控Colon 那跌穿204.16元 那行駛價就54.93元 那10月底到期的 那實際槓桿有成13倍左右的 那這個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再選它的原因始終都還是叫做貼價 行駛價和現價就差不多了 而且你看得到 就是見到就是匯控的價都是走得比較慢一點 所以我自己都喜歡選一些貼價的一些選擇 如果你說真的去到 好 幸好你去到股價去到這輪的行駛價的時候 才再換一些價外的選擇 還有如果你說貼價來算 它都有成13倍的實際槓桿 也都吸引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隻可以繼續推介給大家的